一、产品代数CV是一款机电开门机,用于驱动分节门和双叶滑动门。 电缆差座驾驶的弹簧支架与市面上大多数组合门的连接更为简便。 A924控制器除了可以使用编码器控制直流电机,还可以调节开门电机的扭矩和速度,精确的位置检测,转启动和软停止,以及障碍物检测。 本产品还具有维护指示灯,它可以记录开门电机的运行次数。 释放装置可以分离电动机与减速器,释放操作可以直接在地面上进行。 二、安装预检查安装前,请依照现行标准检查系统结构是否正常,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。 打开或关闭时,门没有被卡住,门所需推力小于300N30千克,门是完全平衡的。 机能够停止在任意位置,自动门运行安静平稳,并不打滑。 用于安装开门电机的区域,能够保证自动门运行安全自如,请牢记。 司务只能驱动工作状况良好的分节门或双叶滑动门,它不能弥补由于不正确安装或错误离户所造成的缺陷。 包装无损坏,请参见图一。 安装区域的大小与开门电机的尺寸相匹配,请参见图二。 图三是此款开门电机的典型安装图。 安装随后开门机标准程序一。 用十字螺丝刀,卸下罩盖上的三颗螺丝,并移走罩盖图字。 二,将释放绳穿过线缆支架孔图五。 三,敲掉两个铝片,并将线缆支架插入两个孔中。 二十一图六。 四A,放下释放杆。 五,四B,用螺栓卡住释放杆。 十四图七,五仔细便别开门电机,要安装在哪一边,然后按不着开始预检查。 把SUMO插入弹簧圈轴,并使两个剑槽能够相互稳合。 插入键三十一,并使键尽量伸出SUMO以便用卡簧卡住不提供卡簧图八。 六,在墙上放置固定支架四十一,并寻找最佳固定孔,以保持SUMO与墙面平行。 最后用螺丝五十四,固定支架与SUMO图球,T按照支架孔的位置在墙面钻空,并把支架固定到墙上。 对于此项操作,请阅读以下安装提示,把握住释放杆,打开螺栓,然后把释放杆移动到初始位置。 请对于SU-2010型,请阅读安装释放装置。 安装提示图9A固定到钢铁上,如果支架必须要固定到钢条上,则需要使用M8 6.8或M8 A250螺栓,固定到水泥上。 M8 H-I-L-T-I-H-S-T-R-G-M把膨胀落钉H,100毫米墙面最小厚度H1,55毫米孔的深度TIST,25牛米固定由于HD,9毫米孔G-SW,13毫米搬售型号。 如果墙面不同于以上所描述的类型如石头、木头、塑料等,安装人员必须选择最合适的安装方法,时刻牢记,固定系统必须能够承受1000N100千克的拉底。